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人都希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但是我们讲有用的时候不要忘记 宇宙万物也都是有某种用处的 只看它是不是在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地方给它机会表现出来 平常你觉得说一张百元大钞 跟一个一块的硬币 哪一个有用啊 你要是在社会上当然是百元大钞 你到了荒岛上就发现了 这个百元大钞实在是没用的 这时候硬币就很有用了 你把它磨一磨 可以当作很好的工具 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沙漠里面旅行 到关键的时刻一杯水有用呢 还是一颗钻石有用 你在沙漠里面当然知道答案很清楚 一杯水它的价值恐怕远远超过一颗钻石 有一部电影呢 我们在翻译名字的时候 把它翻成后天 它描写了我们的地球发生大的灾难 很多地方都好像进入冰河时期 这个时候有一群人 常在纽约的一个图书馆里面 图书馆里的书啊 在这个时候呢 唯一的用处 是当柴火来烧 电影里面所演出来 我们看得真是心疼啊 那些厚的书 原装的古板的 非常有价值的各种书啊 一本一本丢到壁炉里面 因为它当柴火烧 这个火才能够保住这些人的命啊 人到了这个关头 还能想到说书本有用吗 先保住命再说吧 所以我举这几个简单的例子 都说明什么呢 每样东西都有它的用处 要看你是不是在适当的地方使用它 同样的在老子的思想里面呢 他对于万物有个态度 我要帮助万物自己去发展 而不敢去操纵它 事实上我们所见的万物啊 每一样都有用 所以老子认为 没有人是废人 也没有物呢 是废弃的 每样东西都值得珍惜 它的思想还是一样 从道 产生万物 万物既然在道里面 你没有理由说 哪样东西是无用的啊 老子是道家学说的代表 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有用的 关键在于是否用在了合适的地方 作为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庄子对于有用和无用的思想 用得怎样的延伸呢 在老庄的思想中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有用呢 庄子里面就举一些小例子 他说 一个大的洞梁呢 可以冲撞城门 但是不能够堵射小洞 洞梁这么粗 看到小洞 他堵不起来 奇迹华流 是四种马的名称 有时候称作郡马 他说奇迹华流 一天可以奔驰千里 但是他在捕捉老鼠的时候呢 比不上野猫跟黄鼠狼 你叫一匹骏马去抓老鼠 这真是强他之所难啊 那你还不如找野猫跟黄鼠狼 效果来得大 他说猫头鹰 晚上的时候呢 可以抓到跳蚤 看清毫毛 但是白天的时候呢 瞪着眼睛 也看不到前面一座山 这说明什么 说明各种东西啊 在他的特别的情况 特别的条件 都有他的作用 你不能做全面的要求啊 所以庄子里面讲到东西的时候呢 他并不是只强调 无用之用 是为大用 他也强调万物都有用 看你是不是用对地方 说到这个用啊 说到这个用啊 用对地方 最好的例子呢 就是在庄子里面所提到的 他说 宋国有一家人 世世代代都以 瓢洗丝绪为职业 到冬天啊 手很容易裂开 他们就有一种 祖传的药方 让你的手在冬天 不会军裂 结果有一个远地来的客人啊 听说这件事情 就找他们的家族的人来商量 说我出一百斤 给你买药方 怎么样呢 这个人一听 哇 这么多钱 于是就把药方卖给这个客人 那这个客人就跑去吴国 游说吴王 说你让我当将军 我可以带兵打仗 我这边有不让所军列的药方 正好 那一年冬天 越国新兵来犯 来打仗啊 国王就派这个人当将军 冬天跟越兵啊 在江上作战 打赢了 为什么打赢 因为他有秘方啊 他让他的士兵 手都不会军裂 相反的 越国的士兵啊 冬天手裂开的 这个刀枪都拿不稳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得到一块土地啊 列地而分之啊 就分一块地给他 让他当一个大将军 所以能够让手 不军列的药物是一样的 但是有的 世世代代替 替别人洗衣服 有的呢 就可以得到一块土地 封一个网口 这说明什么 看你是不是用对地方 任何东西都有小用 也有大用 所以庄子里面 有这样的故事 提醒我们 每一样东西 都有他特定的价值 要用对地方 但是我们也知道 庄子的言论啊 很多都是讲一些 比较遥远的话 让别人听起来 会觉得大而无当 他的朋友会师啊 就经常跟他辩论 有一次直接挑明的说 说你庄子说的话 都是无用的 你这些话说出来 别人听的也 没什么样的作用啊 也听不下去 会师 灵变学派的代表人物 与庄子虽为挚友 但也是不折不扣的 学术对头 他认为庄子的思想 大而无用 但是 在庄子看来 世间万物都是有用的 那么无用二字 在庄子的思想里 又如何解释 会师 能否被庄子说服呢 庄子说 我还告诉你 什么叫做无用 他说 对我们有用的 就是脚下这块地啊 但是你把这个地方 之外的地方都去掉 除了我们用到的地方 保留着 请问 对我们有用的这个地 还有用吗 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明 会比较清楚 假设一个大学生 在学校念书四年 对他有用的 就是大学 以及附近的一些 小小的地方嘛 大学之外的地方 在那几年对他无用 你说你知道 什么叫做墨斯科 什么叫墨西哥吗 你知道什么叫澳大利亚 什么叫奥地利吗 这关我什么事 这都是无用的了 因为我这几年就是只注意到 我的学校嘛 但是你把这些无用的 都去掉的话 你这个学校对你有用 还有用吗 就变成无用了 因为学校对你有用 就是因为有许多 目前对你无用的地方 等着你将来去接触 去了解 去发展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无用之用 是为大用啊 你今天以为 有什么地方是无用的 你不在意 但是你难保不会有某一天 最后发现说 哎呀 我以前以为这个地方无用 现在才发现 还是有用的 有用就因为有无用 对照起来 才是有用 成为有用 因此无用也是有用 就是庄子的论证 这个说出来之后 惠斯又没话说了 接着呢 真正的无用 是为大用 在庄子的逍遥游 也出现过 因为惠斯当梁国的宰相 梁王送他一棵树的种子 种起来之后呢 结成了葫芦啊 太大了 有五旦种 那这个葫芦这么大 简直是没地方用嘛 你把它这个 剖了一半 当作 咬水的工具啊 没有这么大的缸啊 容不下它 那最后惠斯把它打破了 庄子说你真是浪费东西啊 你有这么好的一个葫芦啊 怎么不把它当作腰粥呢 就好像救生圈一样 你可以把它绑在身边 浮游于江海之上 惠斯说你的话都是大而无当 简直无用 庄子显然有点不高兴啊 他就说 你看那个野猫跟黄鼠狼 很厉害吧 专门等着晚上的时候 一些小动物跑出来玩 去抓它们 东跳西跳的 到最后呢 掉到陷阱里面 在我罗王里面死掉了 你再看那个黎牛 大得像天边的云朵一样 什么都没用的样子 连老鼠都抓不到 但它很自在很安详啊 但是它没什么用吗 它很悠哉啊 你有这么大的一棵树 为什么不把它种在 咬无人机的地方呢 在那个地方 你在树下 悠哉悠哉 很轻松自在 这个树也不会有人去砍它 因为太大了 不见得有什么用处 这不是很愉快吗 所以它的逍遥游 最后以这个故事 作为总结 也是发人申请啊 就是无用之用 视为大用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要特别 谈一段 庄子自己的遭遇 在庄子里面 有一边叫山木棉 就是山上的树木 庄子带着一群学生 到了山上 看到几个砍柴的工人啊 坐在一棵大树下 喝茶聊天 庄子就问他们说 你们不是砍柴吗 怎么这棵树这么大 你们不砍呢 接着 庄子带着学生下山 下山的时候 到一个老朋友家去 过夜 老朋友看到庄子 这一群人来了 很开心 立刻吩咐仆人 杀一只鹅 仆人就问啊 有两只鹅 一只会叫 一只不会叫 杀哪一只好呢 那就杀一只不会叫的吧 是 站住 别走啊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古人养鹅啊 我们小时候也有这种经验 这个鹅的作用 有一种是跟狗差不多 鹅会叫的 也会追人的 会咬人的 所以来着陌生人的话呢 这个鹅啊 就能够看家 所以这个鹅如果不会叫的话 它这个本领就没有了 所以杀两只鹅 里面的一只 杀哪一只 杀没用的那一只 庄子认为 无用也是有用 大无用 就是大有作为 但是 树无用 能得以保全 鹅无用 却惨遭杀石 同为无用 竟然有着两种 截然不同的后果 难道 我们真的应该 坦然的去面对 无用吗 我们究竟该如何 选择无用 还是有用呢 这件事情之后啊 隔了一天 庄子的学生们 心情有点紧张 就问庄子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 到底要有用 还是无用呢 就请教庄子这个问题了 庄子说 我将处于无用和有用之间 为什么 判断最重要 什么时候有用比较安全 你就要有用 什么时候无用比较安全 你就要无用 所以在这里面就牵涉到 对人生丰富的认识 就是你要了解 人生各种情况 很多人对于庄子 有一种想法 说庄子这个人 有一点离开世界太远了吧 这个人很逍遥啊 经常讲一些 预言故事 听起来很潇洒 好像跟人间保持距离 未必如此 庄子的那边里面 就有一边叫做人间事 里面描写官场上的一种气氛 描写人跟人相处的各种复杂的情况 尤其军臣之间啊 哎呀那真是生动啊 有一位有名的学者叫梁启超先生 他的书啊 叫做引兵式全集 引兵就是我们吃兵啊 夏天太热了 吃吃兵这个引兵式 引兵两个字就来自于庄子 这方所描写的 一个大臣接到国军的命令 遭受命而吸引兵 早上接到命令 晚上就要吃兵啊 为什么 因为太紧张了 里面热得很啊 内热 因为国军的命令啊 刻不容缓 希望你立刻就有效果 那你接到命令之后就觉得 哎呀 着急怎么办才好呢 怎么样去完成国军的使命呢 晚上就要吃兵了 这个说明什么 庄子很了解 做官怎么一回事 官场上 商场上 在富贵贫贱之间 所有人间的情况 庄子通通了解 他了解了之后呢 他才能选择适当的态度 像这边所说的 周江处于财与不财之间 有用跟无用之间 就代表我要判断 所以我们谈到说 道家的思想 它基本上是 让你活得安全 能够安及天年 天年就是自然的寿命 这个人该活多少年的 你不要让他提早结束 也不要幻想去养生之后 易寿延年 将来可以变成神仙 神仙这个概念 在庄子里面 是可以找到根据的 但是那不是庄子真正的意思 它只是一种描述的方式 而不是说真的有人 练成神仙 接着我们就要说明 说这个讲到有用的话 在世界上 在当时庄子心目中 最有名的代表是谁呢 就是儒家的孔子 他就讲一段 有趣的故事了 他说 孔子去拜访老子 跟他说 我辛辛苦苦研究的 诗书李月义春秋六经 我研究透彻了 也了解相亡的理想 我凭借这些重要的观念 去拜见七十二位国君 这边说 孔子拜见七十二位国君 没有人理他 所以孔子很有挫折感 就老丹说到底怎么回事呢 老子就教训他 说你搞错时代了 你所学的都是古人的什么 糟粕 并不是精华 真正的精华是道 是跟道有关的一种觉悟 你现在把古人所留下来的经典 当作宝贝 但是你忽略了 经典所记载的是什么 是文字 文字只是一个载体 他真正的精神并不在里面 所以他就给孔子一些建议 因为孔子在世人眼中 是很有用的一个代表 但在庄子眼中 他不了解时代的趋势 他用四个字来形容儒家 叫做推舟于路 把那个船推到陆地上 那你多久多费劲 才能够前进一公尺呢 船在水上走得很顺利 一旦上了路 很抱歉 走不动的 我们讲到这个有用无用 很多人都会把它跟读书连在一起 确实如此 在庄子里面有另外一遍预言 讲到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这一段 堂下有个工人是坐轮子的 这工人轮子坐一坐 看到他的军上在堂上读书 就把他的工具放下来 然后上前说 不知军上在念什么书 念的书是谁的书 齐桓公很得意啊 圣人的书 这个工人在问啊 圣人还活着吗 齐桓公说 圣人当然过世了 他在问 圣人过世的话 那么您读的书啊 只是糟粕而已啊 就好像是一种糟粕 没人要的垃圾了 齐桓公生气了 他说寡人读书 你这个人坐轮子 居然忘发义论 你如果讲个道理出来 就放你一马 否则要杀了你 这工人就说了 他说城 古代的这些工人啊 不管是不是真的城啊 都自称是城 他说城只是以我的工作 作为一个理解的方式嘛 我做轮子 如果下手快的话呢 这个轮子啊 跟横幕牵起来的时候呢 就容易松动 下手慢的话呢 牵起来就是太过于景色 下手需要不快不慢 得之于手 硬之于心 因为我的手做轮子啊 该快该慢 我心里有数 他说这种心得啊 我没办法教我儿子 我儿子也从我这边学不到 所以我年纪到了七十几岁 还在做轮子 就是这个缘故 换句话说 我的心得是我长期的经验 累积下来的 文字写不出来 说话说不清楚 他说从这样看来 君上你所念的圣人的书 不是文字吗 那不是糟粕吗 你不要以为书本的文字 就代表真正的智慧 真正的智慧呢 是古人的心得 他写成文字以后呢 这是一个载体 那透过对文字的理解之后 你要把它活学 活用 应用在你今天的生活里面 真正能够让你产生一种 非常自在的一种理解 然后在生活上使用起来 对自己来说 确实有帮助的 那才是真正的有用啊 庄子提倡 人要处在有用和无用之间 才能安全 活得自在 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 这样的尺度却很难判断 那么 我们该如何把握 处理事情 老庄 可推崇怎样的最佳状态呢 那么在庄子里面又提到另外一段有趣的故事 有一个人叫做南荣厨 年纪很大了 年纪很大之后呢 去拜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叫庚商厨 这老师认为说 我已经没办法教你 你年纪这么大的 跑来跟我学 我觉得不太适合 干脆我写个推荐信啊 你跑去直接找我的老师 找老子请教 南荣厨啊 就挑个便单 准备一些必要的东西 走了七天七夜 到了南方 见到老子 就向老子请教 他请教的时候呢 最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三个问题 第一个 人该聪明吗 我很聪明 这个对别人不好 我如果不聪明 别人说我愚笨 因为我太聪明的话就会计较 恐怕就会伤害别人的利益 但是我不聪明 别人又骂我笨 那我到底该聪明好 还是不聪明好呢 第二个 我有爱心 我有爱心的话呢 自己很苦啊 看到别人有灾难 我就要帮忙累得要命 但是我没有爱心的话呢 又觉得好像不忍心 第三个 就是所谓的意气 我有意气 见到该做的事我就做 也是一样 该做的事我就做 累死我了 那该做的事我不做 我心里又觉得过意不去 所以人有时候就在两边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你到底要还是不要呢 你要是很聪明 很有仁义 代表你很有用 你要是不聪明 既不讲人 也不讲义 代表你无用 那你到底在这个里面 该怎么办 也是类似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样选择 立身处事之道 所以呢 在庄子里面 很多地方都提到 类似的问题 有用无用 有时候有用是可以的 有时候无用呢 退一步 可以变得更好的效果 那么在最后呢 庄子里面也提到 他说人活在世界上啊 你如果只注意到别人的需要 而忘记自己的需求 到最后呢 你的生命落空了 你个人的存在呢 必须自己做抉择 尤其是存在先于本质 什么意思呢 存在代表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 你要选择成为自己 你将来才有 你所选择的本质出现 今天很多人考高考 他往往都是父母 或是长辈的建议 他自己本身并没有想清楚 自己适合做什么样的事 结果呢 他努力追求的一些目标 往往都是社会上 所共同认定的目标 对他个人来说呢 他不见得喜欢这样的目标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兴趣跟志向嘛 但是最难的就是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兴趣跟志向 然后还要去做选择之后呢 你恐怕会违反的 很多关心你的人的心愿 他们都希望你如此如此 我最近碰到几个朋友 他们的孩子学艺术 他就讲这样的话 对他来说的话呢 这些都要转换成为 可以兑现的价值 那才代表他有他的成功 要不然的话你说一个艺术家 他画的画完全不是金钱可以衡量嘛 像我们都知道 像当代很受重视的艺术家的作品 里面就有范骨的 而范骨本人呢 在活着的时候 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 他一辈子只卖出一幅画而已 他也只活了三十几岁 最后自杀了 那活得太不愉快了 他作为一个画家 只对艺术负责 他要创作 那他的画到今天看起来呢 有他特殊的价值 他随便一幅画 连树苗在内 都是美金几百万上千万的 哎呀 真有用吗 那他当时 他并没有想到这些 而今天他的用处 也不在于金钱价值 可以衡量的这一部分 而在于他确实给很多人 一种审美的感动 因为说画里面 充满一种对生命的渴望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艺术呢 它的有用不在于 现实的利益跟条件 否则你只看那一点的话 很多艺术家都觉得 自己的生命毫无意义的 毫无价值的 不是的 有用无用 不能够用一种标准来判断 所以我们看到说 在这个一个人的生命发展过程 你要对自己负责 在庄子里面 他为什么要选择过贫穷的生活呢 因为他要为自己负责 他不愿意失去自己的本性 为了达到某些外在的目的 而扭曲自己 或是委屈自己 那么像他这样的一种人 对整个社会来说 有用还是无用呢 在当时也许很多人认为无用 所以我们将来会提到庄子的观念 叫做外化而内不化 这是他最精彩的观念 人活在世界上 很容易受外在的影响 所以庄子讲到修炼的时候 他说 天下人都称赞我 不会让我更振奋 天下人都批评我 不会让我更沮丧 这句话就一辈子也学不到的 通常我们不要说天下人 一般同学五十人称赞我 这老师就很得意了 但是这一来的话 老师本身的自主性就受到影响 我还很清楚的记得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有位教授 他也是我的指导教授之一 他上课的时候 有时候讲得非常精彩 下课的时候 同学们一百多人 忍不住给他鼓掌 但是这一下鼓掌之后就麻烦了 为什么呢 他以后每一次下课的时候 都会站在那边等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鼓掌 但是有时候同学们都很直接 你今天讲得不怎么精彩 就没有反应 他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这说明什么 我们实在是太容易受外界影响了 一位有名大学的明教授 他这样不能免俗 只要同学们鼓掌 他就觉得自己很成功 相反的就觉得自己很失败 他没有学过庄子 他如果学庄子的话 就知道天下人怎么样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尽量不受干扰 我内心里面自己有一套标准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 想清楚了 知道自己的作用在什么地方 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 面对自己的工作 面对自己的学生 那么这一来的话 这个生命才能具有真正的独立的价值 所以庄子里面 与其说他希望你在乱世里面消极地避开这个世界的灾难 还不如说怎么样让自己活得更自在 我们常常讲你学儒家容易获得自信 因为你真诚 因为你真诚 你从来没有想说计较厉害关系 去占别人的什么便宜 所以儒家的人容易活得坦坦荡荡 很有自信 那你学道家的话呢 你就发现原来他讲的道是无所不在的 道既然无所不在 那你的生命就很容易怎么样呢 活得很自在 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问题 我们有一句话 大家都很喜欢 很多人都在用 叫做道法自然 但是通常很多人以为说 道法自然就是提醒你 要跟大自然配合 适应大自然的环境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道法自然前面还有几句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他的意思是说 你活在什么样的地理环境 就要按照这个地理环境的条件 来安排你的生活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这是人法地嘛 你如果说我住在这里 偏偏要用不同的地理资源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地法天 一般讲天 代表天时春夏秋冬 一个地理有什么样的条件 往往是天时所造成的 这地方成为沙漠 那地方是海洋 那是因为天所造成的结果 那天法道怎么说呢 因为人类所见的天最大的 它怎么来的 你要推到最后原因 叫做天法道 道就这么样安排这一切了 让一些保持生态的平衡 那最后一句道法自然 并不是说道还要去效法自然界 那变成循环了 道法自然是说 道所取法的就是 万物自己如此的状态 所以你在一样东西本身 它本身就是如此的状态 就可以看到道 所以后面庄子就会强调 道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再看有用无用的时候 观念就会比较的具有弹性了 所以我曾经把庄子的思想 用四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 与自己要安 第二句 与别人要化 第三 与自然要乐 第四 与大道要游 什么叫做与自己要安呢 就是不管任何事发生在我身上 我都要能够安心接受 像庄子说的 自己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 这道事情发生了 我无可奈何 我就安心接受它 作为自己的命运 这一来的话 也不会得意 也不会抱怨 生命就是如此这般 继续往前走 这就是与自己要安 所以我们讲到说 与别人相处怎么样呢 要化 这个化就比较深刻了 我们将来会专门就 外化而内部化 来做说明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 争与不争 进一步到 有用与无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发现在社会上 生存发展 确实是一门重要的功课 我们要通过这个考验的话呢 从庄子的思想 老子的思想 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一方面 我们要设法 无为不争 但是老子说过 无为而无不为也 这什么意思呢 我没有刻意要做什么事 结果呢 所有的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通通做成了 相反的 我加一个刻意 你如果刻意要做这个事 一定会怎么样呢 会挂一漏腕 或是捉襟见肘 反正你顾了这一边 你顾不了其他方面 到时候反而困难 所以他说 你不要刻意做任何事 结果所有的事 自己就发展完成了 那么在庄子里面也是一样 他强调 你不需要担心 这些事情的发展 你只要把自己的生命 找到安顿 对所发生的事情呢 安心接受 他自然就有下一步的路 往前开展出来 所以我们讲到说 有用与无用的时候呢 庄子也认为 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他说过 他要处在 有用与无用之间 而这句话的背后 是对人间充分的理解 了解人间什么地方安全 什么地方险恶 整个现在的环境如何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很难说 什么是唯一的标准 因为它要配合时代 配合需求 而做适当的调整 这里面就牵涉到 处世的智慧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老子认为 一切事物具有正反两面 并且能够互相转化 正所谓 有一利必有遗害 有痛苦就会有欢乐 苦与乐 也是相依相存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每个人都想 必苦而求乐 那么老庄对于人生的苦乐 有着怎样的理解 苦与乐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